中文字幕——YK 为幸福闪耀 中国有句老话 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们今天的这位人物 被称作歌坛浪子 丝毫不带有任何的贬义 他愤世极俗 言辞犀利 却有着脆弱敏感的内心 他经历过港台歌坛鼎盛时期的辉煌 却向往挣脱纷扰后的自由流浪 他从来不曾游戏人生 但自己的命运却偏偏波澜起伏 如同梦境一场 他就是本期人物 歌坛浪子王杰 不要谈什么分离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 不要说愿不愿意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虽然你因此还出现我眼里 在我的歌声中 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为什么到别离 又说什么在一起 如今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四季仰不语 说什么我爱你 如今依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虽然你因此还出现我眼里 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为什么到别离 你说什么在一起 如今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自信又不语 说什么我爱你 如今依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每一个孩子 都值得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但事实往往不能尽如人意 当音乐遇上了坎坷的人生 和敏感的灵魂 那几乎就是一条 通往音乐创作的必经之路了 而王杰也的确精力艰辛 才走了过来 并且最终走向了成功 王杰 1962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县永和市 家里四个孩子 王杰排行第三 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 三岁时 王杰跟随家人移居香港 王杰的父亲王霞 是当年邵氏电影的知名的武打明星 因此 王杰的童年 几乎都是在片场度过 奶奶回来了 奶奶 我们拉开他脚好不好 好 怎么还不动啊 无忧无虑的童年转瞬即逝 十四岁那年 王杰的父母由于感情破裂 最终导致离婚 母亲带走了哥哥 姐姐和妹妹 却唯独留下了王杰 在香港寄宿学校 一段悲伤委屈的旋律 占据了王杰的脑海 他哼着尚未成熟的曲子 回到自己的宿舍 写下了他生平的第一首歌 我的音乐真正开始发生浓厚的兴趣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我父母亲离婚的第二年 我们学校主办了一个园游会 其实那时候是举办的是帮很多孤儿 在学校的那个操场外面烧了一堆很大的火 然后大家就围在那边唱歌 我是那个时候写那首《娃娃在哭》的 你知道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一个 七日就是安息日 你知道 然后每半年都会有一次聚会 然后就是哇 所有其他学校的人都来 他们竟然拿我那首《娃娃在哭》的 拿来伴奏 没有人唱的 可是只是用弦乐来表达那首歌 我当时在下面听了很感动 天空没有一片雨 眼中没有泪滴 不回头不说一句 要拿住自己平到底 今儿地中永远也不会躲 不管多少险的未来遭遇 倔强地心什么也不想留人凭在风中 天地几身一刻薄 昂然孤独地走 多伤心都已离去 多少人还在看着戏 是否我早已喜欢一种名字叫孤单 是否我注定管在坠冷的夜空那端 别问我 有没有明天就让我 一个人面对我的梦 不会再是一场错 别问我 只想还有谁就让我 留着你一碗我的歌 总永远陪着你一碗我的歌 永远陪着你一碗我的歌 永远陪着你一碗我的歌 Fernand 天空未尝一碟雨 眼中没有内蔑 不会早不说一句 要搭乘自己平荡地 请我的手永远的不退步 不管多少险恶会来找我 全身体系沉默 也不想有人拼在风中 你只是一个我 好爱哭哭的走 多想心都应该一句 多少人还在看着心 是否我找一心画 一种名字叫孤单 是否我注定我才追求 你也可乐观 别对我 有没有明天就感到 一个人面对我的梦 不愧再去一场错 别问我 至今还有谁就让我 任何你的梦 我一个将永远陪着你走 别问我 有没有明天就让我 一个人面对我的梦 不愧再是一场错 别问我 至今还有谁就让我 任何你的梦 任何我的梦 将永远陪着你走 对你的思念 是一天又一天 孤单的我 还是没有改变 美丽的梦 何时才能出现 亲爱的你 好像再见你一面 秋天的风 一阵阵地吹过 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 你的心 到底在相信什么 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 让我成熟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对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却没有感动过 歌手 對你的思念是一點又一點 孤單的我還是沒有改變 美麗的夢何時才能出現 親愛的你好像再見你一面 秋天的風一陣陣地吹過 想起了去年的這個時候 你的心到底在相信什麼 為什麼留下這個結局讓我成熟 最愛你的人是我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 沒有說一句話中頭 最愛你的人是我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對你付出了這麼多 你卻沒有感動過 謝謝 這次演品找到王傑 邀請他和張宇生等台灣一線小生 出演電影《七皮狼》 在此之前 王傑出演過上百部戲 但都是以特技演員的身份 出生入死的他 連一個正臉都沒有漏過 但這一次他真正的成了主角 儘管已經是巨星身份的他 依然堅持完成所有的特技場景 結果在拍攝一組特技鏡頭時 導致手臂受傷 剩餘的部分 只能是避開崩帶石膏的手臂拍攝 永遠不會到 是否該結束還是會再繼續 把一切都寫在胸口緊緊地走過 在什麼時候能夠再有一些關懷 讓我生氣心中的太陽 讓我生氣心中的太陽 一切都更美好 我不要說 別說到腳樓太過激 誰沒有你的夢 也會有我的歌 我不要說 我不要說 別說到不去太用盡 別說到不去太用盡 那很久很久的事 我會惦記這一切 我不要說到不去太用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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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3分鐘一天天消受下去的 儘管歌迷們鼎力支撐著王傑的精神 但就算王傑金剛鐵骨 也經不起連續數年 沒日沒夜的工作 由於合約要求 王傑一年要出4張唱片 平均每張唱片的錄音時間 要3個月 幾乎天天都在錄音室裡 最终不规律的生活 导致王杰患上了 严重的厌食症 对录音室也产生了恐惧与排斥 每次一看到有个管 有个蹦在这边 掉了一只麦克风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一个断头台 我对那个麦克风 已经抗拒到 到最后严重患了 很严重的厌食症 那个时候台湾的医生 跟加拿大的医生 都叫我stop 一定要停止 你不停止 他们已经讲得很明白 我如果不停止 我不会活得过超过半年 就是六个月 那个时候唱片公司 拼命拼命地在压这个消息 现在那个年代 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我 说我现在 你胖了 好胖了 我哪有很胖 就是因为你们那时候 看到我那个年代是这种 是这么瘦的 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这裤子里面 除了穿一条暖裤 还要穿两条裤子在外面 因为太瘦 你知道那时候 我只有几磅吗 我瘦到最后 快要倒下去的时候 大概只剩下九十磅 一个男人 大男人只有九十磅 一百七十四公分的男人 只剩下九十磅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告诉大家是真的 我每次一录完影 这边录完影 那边体力就不支 叫送医院 都是秘密 音乐 声音乐 曲 风里来 带着一身的尘埃 心也霜 晴也冷 悲也干 北也好 西也好 命运有谁能知道 梦一场是非恩怨随风飘 看过冷漠的眼神 爱过一生不愿的人 才知世间人情永远不必忘 热血在心中沸腾 却把岁月割下伤痕 回首天已昏昏 有谁在乎我 山是山 谁是谁 往事红染如云烟 流浪心一憔悴 谁在乎我 英雄雷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云里去 风里来 带着一人的尘埃 心也伤 青也冷 泪也干 北也好 西也好 命运有谁能知道 梦一场 身非岸岸 随风飘 看过冷漠的眼神 爱过一生无缘的人 在这世间人情 永远不必问 热血在心中沸腾 却把岁月刻下伤痕 回首天意黄昏 有谁在和我 英雄烈 从生性顽劣到沉默寡言 从落魄的特级演员 到公认的一代歌星 王杰的人生经历了风风雨雨 这当中有喜悦的泪水 也有痛苦的自嘲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游戏人间 让他选择带着音乐不停地流浪 太阳的游戏人 还在覆盛 我也在覆盛 匆忙的小天空洞的眼神 心事就别问 我只是个平凡男人 感情也只坦克 我所有人曾说有责任 被你看得不自以为 原来所谓的残热 看不到伤痕 想着你的冷军划成咒语 我难以翻身 不怪你太狠怪或我太愚蠢 还相信又何 是寂寞的能哭意愿 一点一定能再发生 再多努力再多苦衷 也要失去爱的可能 原来坚持的完整 代价是要让人逃空灵魂 相信一九九九 算了天藏地久 不过是拼命追求 细心研究的念头 我的爱给你来说 如果是个独留参举 我来说 算了吧一九九九 忘了曾经拥有 也忘了有切 要放要分 都是你的手 从今后失了一个 拼命绝衷的温柔 多一个爱情摄手 你们要帮我唱一九九就好吗 谢谢 那工事 一九九九 我操纪没有温度确定的风景 当地球转到镜头 也走破回我的真心 伤心一九九九 算了天藏地久 不过是拼命追求 心心念旧的念头 我的爱对你来说 如果是个独留 曾安居我来说 算了吧一九九九 忘了曾经拥有 也忘了有钱要放 有份都是你的手 从今都死了一个 拼命却装的温柔 多一个爱情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